点心集团前董事长魏英冲上周获得彰化地院裁定以一元交保 彰化地检署不满院方裁定提出了抗告 台中高分院刚刚裁定撤销交保发回彰化地院重新裁定 彰化地方法院合议题1月28号凌晨裁准 魏英冲以一元交保限制住居与出境 彰化地检署提出抗告 台中高分院今天中午裁定撤销原裁定 发回彰化地院重新裁定 另外同案的被告代理董事长兼总经理陈茂嘉 前总经理常梅峰 越南大幸福公司负责人杨正义等4人 先前各营500万元交保张检也一并提出抗告